星期天很健康的场面 101大楼的登高赛在今天早上热闹开跑 而今年刚好是101的十周年庆 也信了五千多人来爬楼梯 除了有气喘病患以及癌症的病患 也通通都来挑战 另外指导单位还邀请来了各国的驻华大使组队参加 不过最后的冠军啊 还是由澳洲籍的Mark夺下 而他已经是连三年都拿下冠军 101登高赛迈入十周年 选手在枪响后衣式起草开始进行挑战 一支阶楼梯高冲级的运动需要大量的氧气 在楼梯间更是一大挑战 今年的冠军男子组是来自澳洲的Mark夺下三连霸 女子组冠军是意大利的Valentina 也是二度联装 最后二十周的旅程很厉害 跑完气喘吁吁 2046阶的高度 91层楼的挑战 很多选手跑完是推软倒地 真的是累到不行 尽管高难度今年参加人数 还是突破5000人 今年是第二次 平常是有在运动 所以对我来说还不可以 89 89岁 跑几年了 五次了 五次啊 89岁高龄老先生趴完91层楼 脸不红气不全 看来运动真的是最好的保健良药 解荣效仰 张俊慧台北采访报道